加入警队也算是一个实现自己的使命感 或者是服务香港社会的这么一个很好的一个机会 潘吉在香港警队的实习经历 香港青年小刘淡定的语气中透着一点兴奋 今年7月就读于中国人民大学硕士二年级的他 通过警队学长计划加入警察招募组 和许多来自内地以及海外的香港青年一道 在三个月的实习过程中增进了对香港警察的认识 服务于招募组期间 小刘负责检视招募网页的内容与设计 经过细致琢磨后 他在建议书中提出了很多大胆的想法 比如说改进网站对移动端的适配 引入聊天机器人 而谈到这些想法的来源 除了对境外警队招募网站的研究 也跟他在内地的生活经历不无关系 在内地也用的非常多的就是聊天机器人 这个东西在深圳市或是北安 北京市的公安局都是有的 比如说你查一下你扣分扣的多少 或者说你查一下你附近的 就是有没有一些警察的一些联络点 或者是警局这样能帮到你 这种都是现在香港警队 我觉得可以考虑的一些新增的功能 为吸引在内地或者海外大专院校的 香港学生或毕业生投靠警队督查职位 香港警务处于2018年开始 推行警队学长计划 积极主动吸纳不同背景的人才 加入警队服务社会 2019年下半年是会风波席卷香港 香港警队饱受压力 但小刘在北京看到警队学长计划的宣传摊位后 还是毅然决然地报名加入 谈及这段宝贵的实习经历 小刘觉得意犹未尽 希望未来能有更多机会为香港警队服务 在警队学长计划中 毕业于内地或海外大专院校的督察级 或以上警务人员义务组成学长队伍 与学员分享警务知识 让不少青年人对警务工作 有了更加全面的理解和认识 甚至投身警队服务社会 曾在内地读书的香港青年阿晓 从小就有着一个警察梦 大学期间 他也参与过一次警队学长计划相关活动 今年9月 从警察学院完成训练的阿晓梦想成真 穿上警服的他意气风发 英姿飒爽 阿晓校言 希望将来有机会作为过来人 为师弟师妹答疑解惑 吸引更多有为青年加入香港警队 我认为一定要参与 你进去完成后 你会更加了解整个警务工作的流程 可以尽快地知道大约之后要做些什么 或者如果有人在猶疑这份工作是否适合他 他都可以试试这个计划 因为有很多不同的前辈去分享 或者你自己亲身感受过 你才会知道自己这条路是否适合